川普收到金正恩来信 不排除第三次川金会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周二,6月11日,表示 他收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来信 并说将会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事,不排除召开第三次川金会 周二,川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及有关朝鲜的问题时表示 朝鲜有巨大的潜力 并表示他收到了其领导人金正恩一封美丽,热情良厉的来信 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认为会发生一些事情 与此同时,我们在朝鲜的人质已被送回来 韩战期间,美军的议题也送回来了 川普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他,金正恩,说很快就会再次举行会议,川金会 与此同时,他仍然遵守诺言,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川普强调 今年2月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川金会 因为金正恩的承诺无法满足美方的要求 川普总统决定离场,双方没有达成无核化协议 预定月底出访亚洲前往日本及韩国的川普总统 不排除很快与金正恩第三次会面的可能性 他表示,金正恩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旅行停止试射远程弹道导弹或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承诺 上个月,在金正恩的监督下,朝鲜进行多个发射器的打击演习 当时,川普表示 尽管他的顾问称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但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射并没有构成问题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 博尔顿,John Bolton,周二表示 很有可能召开第三次川金会 目前就看朝鲜的态度了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只要他们,朝鲜,想要,随时可以召开 博尔顿说 博尔顿表示 美国目前仍在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 因为金正恩似乎仍未放弃追求核武器战略 华尔街日报 6月10日报导 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 金正男 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线人 金正男于201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海 川普,朝鲜五座和设施 金正恩只想拆一两座 美国总统川普,特兰普,日前表示,在2月与越南举行的美朝首脑会摊上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只愿意拆除该国境内五座主要核设施中的一两座 这与美方要求的全部拆除有显著差异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访问时做了上述表示 他在这段于星期天播出的访谈中也重申无意与伊朗开战 但不允许该政权发展核武 川普在访谈中透露 川普,他在上次的会谈中告诉金正恩说,你没有准备达成协议 因为金正恩希望拆除一两座和设施,但他有五座 川普问金正恩说,其他的设施怎么办?这不太好 如果我们要达成协议,就让我们达成真正的协议 这是川普首次表明朝鲜核设施的数目,但他并未提及这些核设施的位置等其他细节 韩国中央日报报导说,川普指金正恩愿意拆除的两座核设施,可能包括宁边核设施和风溪里核试验场 朝鲜当局在一年前曾邀请外国媒体,观看他们炸毁风溪里和试验场部分隧道的场景 当被问到川普所言的核设施是指哪里时,韩国清晚台一名官员在5月21日回答说,我们的政府正在密切监控这个朝鲜议题 但我们不是合证实朝鲜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该官员还说,清晚台无法证实川普所提到的五座核设施的位置 在朝鲜于5月9日发射两枚短程导弹之后,川普在白宫的一个场合中说,美国正非常严肃看待这件事 川普告诉记者们说,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他不认为朝鲜已准备好与美国进行谈判 而在本次访谈中,川普对朝鲜核设施采取了比较软滑的语调 他说,朝鲜在过去两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核试验,一次也没有 川普不认为朝鲜打破了中制核试验和长城导弹试射的承诺 这被视为美朝之间仍有极优外交手段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的空间 朝鲜粮食产量十年来新低,千万人遭受饥荒 联合国发布了一份食品安全状况评估,提及朝鲜目前的粮食短缺问题 该评估认为,朝鲜出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粮食欠收状况,超过一千万人遭遇粮荒 此份评估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通过对朝鲜的两次实地考察,2018年11月,2019年4月,编制而成 评估显示,朝鲜许多家庭被迫减少用餐次数或进食数量来维持生活 父母则选择饿肚子才能让孩子吃上饭 朝鲜约有35%至45%的人口,平常的饮食仅是大米,玉米或土豆,搭配腌制泡菜,或是其他一些蔬菜和绿野菜,蛋白质摄入量极低 2018-2019年朝鲜的粮食总产量仅约490万吨,是2008-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公共口粮配给量每天仅300克,与历年同期相比最低,且配给量可能进一步降低 预计,目前朝鲜全国有40%的人口急需食品援助,即1010万人,并且饥荒状况将在5-9月青黄不接期间更为糟糕,将面临136万吨的粮食缺口 此评估表示,造成粮食断缺的原因是农作物生长季节遭遇干旱、热浪和洪水等自然灾害 同时燃料和电力等资源异常匮乏,导致作物收获后无法及时妥善储存 2019年4月份,日本亚洲新闻社Asia Press,报导表示,导致民众挨饿的原因,除了热浪和干旱外,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剥削制度 在朝鲜,每个农业合作社都必须替政府和军方生产粮食,而且有一定的产量目标,剩下的财分给农民 但政府驱走的份额通常都很大,农民抱怨政府设定的目标根本不合理 同时在遭受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了保留外汇存底,会试图减少粮食进口 如此,朝鲜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征收超额的粮食,使农民承受沉重的负担 在民众遭遇饿的同时,金正恩不惜代价,又一次试射导弹 5月4日,朝鲜从江原道,原山北扯湖道半岛一带朝东北方向发射树枚型号不详的短程飞行物,飞行距离约70-200公里 韩国联合参谱本部,联参,最初发布消息称朝鲜发射的是短程导弹,其后修改为短程飞行物 4月17日,金正恩曾参观指导新型战术指导武器射击试验 韩美认为,金正恩当时指导试射的新型战术指导武器是射成20多公里的长顶 Spike,即导弹或是德队的制导武器,而飞弹道导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